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祷告祝福你今天有好的休息 圣经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当你放手 安息在神大能的同在中 你就会明白 耶和华上帝是你的神 神是你的主 你安息他就做工 爱你的天父正等候 要施恩于你 为你成就大事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三到八节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 硬蔽你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他不打盹 也不睡觉 耶和华要保护你 灭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 你出 你入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天父的宝贝 天父的宝贝 今天 爱你的神 要你知道 你是二十四小时 全天后被保护的 以佛所书 六章十一节 我们要用真理 当作带子束腰 穿戴神所似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以佛所书 六章十四到十七节 我们要用真理 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 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又拿着信心 当作盾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天父的孩子 上帝 上帝为你穿戴的全副武装 包括了 真理的束腰带 信心的盾牌 公义的护心镜 平安的福音鞋 救恩的头盔 和圣灵的宝剑 真理的束腰带 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 十四章 第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真理 真理 就是耶稣 诗篇 十八篇 是大卫的凯歌 那一天 上帝拯救了大卫脱离扫罗的手 大卫说 耶和华啊 你是我的力量 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能征战 你也是那起来攻击我的 都服在我以下 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 使我行为完全的 他是神 真理 就是耶稣 那以力量为你束腰的 是神 真理的束腰带 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你真理的束腰带 耶稣就是你力量的来源 奉耶稣的名宣告 非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靠着那家给你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十篇 二十八篇 第七节 耶和华是你的力量 耶和华是你的力量 是你的盾牌 你心里依靠它 就得帮助 公益的护心镜是什么呢?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益者 耶稣基督 所以 公益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中保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天父的孩子 神已经使那无罪的耶稣 替你成为罪 使你在基督里 成为神的义 既然你已经在基督里 成为神的义 你就已经穿戴 公益的护心镜了 平安的福音鞋 是什么呢? 平安的希腊原文 跟希伯来文的 shalom 是同一个字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尖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耶稣就是和平 小龙之君 耶稣是平安的统治者 你穿戴平安的福音鞋 就是穿戴着耶稣 你所到之处都有平安 带来和平 信心的盾牌是什么呢?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在因信称义的信 还没有被显明出来之前 神 律法是我们的师父 我们的指导者 要引导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 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 直到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为要救赎在律法下的你 使你获得上帝儿女的名分 所以 信心的盾牌 希腊原文指的是 因信称义 哪个特定的信心盾牌 以福所书六章十六节 拿着信心当作盾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神应许你 当你知道你已经因信称义 你就有了因信称义的信心盾牌 可以灭尽 可以灭尽 止息 熄灭 那恶者的火箭 可以灭尽所有的邪恶 缺陷 生病 病痛的一切火箭 抵得前书 五章九节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 奉耶稣的名 我祝福你 你有因信称义的信心盾牌 你可以抵挡 攻击你的疾病和病痛 你可以抵挡 惊吓你的意外和灾害 你可以熄灭 囚禁你的忧郁和伤痛 你可以拆穿欺骗你的谎言和假症状 你可以消灭 你可以消灭 瑕疵你的定罪和控告 西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 仰望为你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因信称义的信心 是由耶稣开始 也是由耶稣完成的 你不需要在乎自己的信心 是否够大 你更不用担心 如何持守自己的信心 你仰望耶稣 你就有信心的盾牌 你就可以靠着那 凡事都能的耶稣 凡事都能做 救恩的头盔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陆加福音二章十一节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天父的孩子 救主 就是基督 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全辈的救恩 当你接受了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戴上了救恩的头盔 你的心思意念 就蒙拯救 被保护 你对于上帝的祝福 就会有正面的期待 你对于生命中 美好事情的发生 就会充满盼望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天父的宝贝 你就是按神旨意被招的人 当遇到不好的事 你知道这只是一个过程 不是结局 因为上帝预定的结局 一定是好的 所有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 不管过程 多么的惊涛骇浪 最后的结局 一定是好的 是为了你的益处 因为神爱你 神爱你 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呢 以福所书六章十七节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 天父的孩子 当你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耶稣是你的主 你就披戴了基督 这套全副武装 就已经直接穿在你的身上了 只要你心里 认耶稣基督是主 这套全副武装 就会一直穿着 从未脱下来 所以 上帝给你的保护 和防御的系统 是全天后 二十四小时的武装保护 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 以福所书 六章十三节的应许 你已经住在基督里 已经披戴耶稣 你有耶稣全天后 全面性的保护 在耶稣的保护下 你会成就一切 还会站立的稳 你不仅能得胜 还会得胜有余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祝福你 每一天都有耶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的名 我祝福你 你会经历 天父永不断绝的爱 因为耶稣 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因为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所有的罪 耶稣 住在你的里面 你也住在耶稣的里面 你就住在天父 永不断绝的爱中 你的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此爱跟随 你已经因性称义 永远得救 你是蒙恩得救的一人 你必因性得生 你的祷告 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备受恩宠了 永远记得 天父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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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够 你的内心 有钱 你真的拥干你的 你愿意 要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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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